今天台股大跌 而且一度跌300多點 380點 最高的時候好像是這個樣子 而且灌破了萬七 不只是台股 是全球的股市都大崩跌 一片殘率 為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恆大風暴 然後我們看到是高盛集團 他的分析說 恆大風暴 中國經濟成長恐怕也會少 4.1% 怎麼樣來看 因為這是非常誇張 他們目前為止統計出來 贊面上數字 已經總負債是2兆人民幣 而這個還是有一些數據統計的 你有一些很多是 欠供應商的錢 這個部分很多是沒有相關數據統計 然後更可怕是 中國像這樣恆大 有這樣財務狀況的房地產業者 前10家欠兆10兆人民幣 10兆人民幣 這多龐大金額 這也就是為什麼會導致 台灣今天台股重挫 你知道今天台股重挫的一個情況是 前面30秒鐘 一開盤第一盤是跌80點 我看 第二個怎麼270點 第三個就直接377點了 我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恆大這個狀況 沒有人整個亞洲 包括尤其是兩岸跟香港 你會造成一個很大的衝擊 不過對台灣來講 因為我們體質相對還好 所以我想明天開始會慢慢回穩 但以中國來講 這個情況真的還滿嚴重 尤其是現在網路上整理出 恆大由他們張家 許家印的奢華行進 奢華行進 第一個他說 他凡到任何的酒店裡面 進去 所有電梯一定要管制 然後到了飯店裡面 房間裡面 所有的礦泉水 一定要最新的 還有他的溫度 空間的溫度濕度 要調50%左右 就溫濕均衡 濕度的部分要有80% 對 怎麼50 怎麼去調 誰會知道濕度要怎麼調到這個 再來呢 他還說要幫他按摩的按摩師 一定要先洗完澡 要熏香沐浴 跟伺候皇帝差不多 就很多總統加起來12條 所以你就想說原來這些人是這樣在過日子 然後在坑人民的血汗錢 這就導致他的許多的員工氣炸 說什麼呢 就是說要刨他們家的一些祖墳 然後就講到他的 而且不只是許家印的一個癖好 連他小孩子的癖好 說他小孩子非常喜歡抽那個 Cokeba的雪茄 而且他們只吃進口的水果 然後所有的那個洗滴的用品 全部都要貼標籤 為什麼我還才應該搞不好 也看不懂英文 所以你就知道 對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說把自己這個關係門來當皇帝 那現在很可怕的是 除了恒大在被整肅當中之外 最新的一個外電媒體報導 說什麼呢 說習近平這個監管的這個力道 已經逐漸擴展到 甚至連劉鶴也被受到影響 為什麼劉鶴也要被要求自我抨擊 自我批評 因為其實他們認為說 今年6月的時候 滴滴出行不是要到美國那邊去上市嗎 事實上其實習近平是不准的 但是因為劉鶴這個部分 就鬆手讓他去了 結果後來 雖然他們成功的在美國上市 但是習近平最後是又讓滴滴出行 在中國的那個APP下架的方式 來看阻斷他這個部分 然後也導致這個滴滴出行 也呈現一個股價大幅重挫的一個狀況 結果現在檢討起來 他們認為說 就是你劉鶴監管不周啊 所以導致滴滴出行這邊也到美國去